跟外境接触时,我们心中捏造了很多影像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法无而可得,无染而有净,应知如患等,亦附如虚空。 这个地方,是对变迹值的存在性跟它所产生的障碍,产生质疑。 说这个变迹值是龟毛兔角,是不存在的东西,你不能说变迹值是由业力所生的,不能这样讲。 我这个人业账重,不对。 那跟业力没有关系,那是你自己烦恼噎造出来的。 就是说,变迹值是不存在的东西。 那它为什么会有? 它既然不存在,是怎么存在的呢? 第一个,它是如何存在? 第二个,变迹值是一个虚妄的东西,它如何能够障碍原诚实? 它是如何存在的? 而且它是如何去障碍原诚实? 去障碍我空,法空的真理,使令它不显现。 提出两个疑问。 这以下论主加以回答。 法无而可得,这个地方是回答第一个问题。 就是变迹值它是无,从圣人的角度,圣人的心中是终日吃饭,不吃一粒米,他吃饭的时候不打妄想。 那不打妄想怎么有呢? 凡夫是从无当中,自己捏造出一个东西,让自己去受用,自己去获得。 这讲一个辟语,应知如幻等,就像一个魔术师,从不变现出一只兔子,一只小狗,这道理是一样的。 无然而有境。 一负似虚空。 便记着它是怎么障碍原诚实呢? 就好像乌云障碍虚空一样,虽然乌云存在的时候,虚空也存在。 理论上来说,它不能障碍虚空,乌云存在,虚空也存在吗? 但问题是乌云存在的时候,虚空不能显现,你感受不到虚空的存在,因为天空一片的黑暗。 当我们消灭了变迹值,所谓无染的时候,虚空才能够显现。 所以我们说便记着障碍了原诚实,实际上是没有障碍,但是因为它的存在,使令原诚实性。 这个我,法空的真理不能显现,所以说障碍,就好像乌云障碍了虚空,使虚空不能显现。 那把乌云消灭的时候,哦,虚空显现出来了,所以我们安利它障碍了原诚实,是这样的障碍。 这一段是法伊塔奇根变迹值,做一个清楚的理清。 大小城的学者在修空观的时候,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 小城的学者修空观,是彻底地把心中的妄想空掉,也彻底地把因缘果报的法空掉,我们讲灭色取空。 所以你看它的涅槃,我们看阿含经佛陀对涅槃的描述,是一个灰身敏制的状态,它没有杂染的生命,也没有清净的生命。 也就是它虽然没有烦恼障,业障,暴障,但是也没有万德庄严,从这样来说,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现象的东西。 因为你的因地,你把伊塔奇完全否定了,所以你得果报的时候叫做素法身,虽然是法身,但是它没有妙用。 但是大乘佛法的因地,这个因果是互相随顺的,它在修空观的时候,是缘起性空,或者讲电剂本空。 菩萨在空观的时候,他知道一切业障海,皆由妄想生。 问题不在外面,问题在自己心中,这些妄想所捏造的相似影像,它是消灭心中的相似影像。 外面的因缘果报,它是坦然面对的,从因缘果报当中,去断恶,修缮,激功累得。 因为它不但是破除妄想,它保留伊塔奇,所以它成就涅槃的时候,它涅槃有正报庄严,有依报庄严,有生命的现象,它不但能够自受用,还能够如来献起它受用。 现出樱化身跟报身,广度一切的众生。 所以你修空观,你不能把所有都空掉,你这样子就是错损菩提了。 就是说你空的是你心中的相似影像,这个跟外境没有关系,真正诱惑你去造业,去触动烦恼的,是你自己心中的影像,这跟外境没有关系。 为什么圣人看到所有的境界,他都不起烦恼? 如果境界一定会引动我们的烦恼,为什么佛陀看到这个境界,他不动烦恼,他升起大悲? 问题不在外境,而是我们跟外境接触的时候,心中捏造很多的影像,然后在这个影像里面,开始起货,造业,这个是我们所要破坏的。 这一颗是帮助我们了解,什么是依他起,什么是变迹值。